昨天在车库里弄了20张沾手板 五包老鼠样还有一个补薯器 今天去看车库有收获了吗 建哥 网友们说昨天看你急的那个样 恨不得把老鼠吃掉 他把我两千块钱都咬坏了 我打开了 看看有没有 也算他走运了 你看这么多沾手板 没有 是吧 是啊 抓住了 还活着呢 还活着呢 这活着呢 哎呀他动了 我可惜 我可惜 哎呀他有了 哪 快点下 哎呦 天呐 两只 嗯 那那那还一只吧三只 哎呦 哎呦我的天 这个大 20多张沾手板 占了三个没白买啊 你看啥呢 不是我昨天装的监控 怎么一个老鼠也没看见啊 可能那个老鼠一个在那个角落 一个在这个角落啊 然后那么小就根本就拍不到 我本来很想用笼子 做两个来个严薪靠打 你看都沾上 一个 哎呀两个 这是把他七大姑八大姨都装住了 不是 这是几个青年老鼠 他七大姑八大姨没来 哎呀三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牛妈五岁了 这是第一次见老鼠 你不害怕吗 不害怕 咱把他拽出来打一顿嘛 得了吧 他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 行 那就是生死账销 你咬我的锅是因 被我粘住是果 咱俩没有阴我了啊 哈哈 让他一捅一捅 拿走 这一晚上抓了三只 那肯定还有 一会让剑哥再摆上 一会还摆上吧 摆 晚上把他七大姑八大姨 一往打进 昨天有网友说 摆战术板的时候 不能让老鼠听见 他们他太聪明了 没事那几个是未成年的老鼠 哈哈哈 他们喜欢走墙角的地方 你要不监控拍不到呢 哎 下面也放一个 这个也得站起来啊 嗯 啊 这样就没死角了 他只要进来 老鼠站住了 干嘛 幼儿呢 在那呢 撕不开枪还别用嘴啊 建哥 我有病啊 哈哈 这是老鼠要了 这些老鼠咱了建哥 倒了八辈子没了 完美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一圈也堵死了 老鼠原野老鼠 野了老鼠有好处 谁教你了 我爸爸 哎呀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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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哥 我小时候见过最聪明的老鼠 你知道吧 他就在座子下面 你愣是找不到 啊 过来问一下 就比如说这是座子吧 啊 然后我从下面看 什么也看不见 你知道老鼠在哪吗 在哪 他是四条腿 蹬着这个柱 蹬着这个柜 就藏着后面这个样 哈哈 这是个假老鼠啊 嗯 他就这样 这个是墙 嗯 然后我就在那边找嘛 他这个样 他四条腿 蹬在墙上 就他蹬在桌子上 你从哪边也看不见 哈哈 这么聪明吗 比你都聪明 呸 哎呀 再按下监控啊 这样就 晚上能看到 这身心了 就照这 哎 还有笼子也得放上 这次老鼠做别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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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